他回到什麼 他現在130是什麼 是回到這個價格 掛牌的第一點 這個價格叫做掛牌 他掛牌的時候就200多塊 掛牌是200多塊 跌到94塊半是歷史最低 那時候的宏達電 什麼也不是 那時候宏達電在做什麼 他什麼也不是你知道嗎 他後來拉這一波是怎麼來的 是幫那個黑莓基代工 我家裡是什麼也沒有 就一間工廠空空也沒生理的 那時候才叫做100塊 後來他接到黑莓基 就拉到1220了對不對 他是不是在黑莓基 學到那個才上來的 現在又回到什麼 又回到原點耶 當時設廠的時候 所以我說他的基期是低的 還有第二個特徵 他的高價會比大盤落後 他的高價 我們抓9220 我們把那個9220就是 民國100年對不對 這也是9220 時間呢是 這是 2011年 他是2011年的 2月份 這個不要清掉 來我們回到2498的宏達電 一樣 2011年的2月份 跑一下 好清掉之後 大盤的9220在這邊看到 最高了嗎 不是已經摘下來了嗎 但是你還可以賺300塊 因為他又衝到了 衝到一些300 你要說你最不會買 你買到最高也是106 所以有些股票他是有落後性 有些股票他是 是里堅性 所以宏達電他是大盤過高點了 他在落後跟上高點 對 何況他現在跌到這裡嘛 所以他很可能會單剛嘛 對不對 他今天還有法說咧 對不對我們可以拭目以待去看 等一下法說就會報告了 但是就是有外資就會告訴你說 現在我們的良心建議叫做 叫做賣宏達電去買華碩 事實上華碩我看起來也不差啦 你看他華碩的月線 他也不差 月線嘛對不對 他也不是特別高啦 因為他是儲權過 所以我算過華碩也是沒問題 34個月 但是這兩個換 換沒意義嘛 差不多嘛 他們的基期 甚至宏達電更低嘛 我只是說到了關鍵點的時候 外資就會說三道四 但是他說三道四就是提醒你 你要注意 只是不要做錯邊 如果不值得外資說三道四 黑馬不成才啦 這樣各位知道嗎 外資只看台灣的好東西 那一些爛咖 外資看不上的那個 外資會去提的 就本身都不會太差 然後你只要把它分辨 多空這樣就可以了 好 你只要說三道四卡 我們再秀過一遍 所以宣哥啊 我再挑一檔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友達剛有看過嗎 我們看一下友達好不好 好 看來看友達 對 因為最近的面滿股人氣好熱 對 這叫低喔 低嘛 對不對 他歷史高是72塊半 72塊現在是幾塊 你看 他已經跌幾年了 跌七八年了對不對 對 民國七幾年不是跌到醫師了嗎 跌七八年了 好 你把這個放大 你就知道友達在幹什麼了 再小一個 打底 這不是 我打這次都沒有底啊 OK 我現在不是在這個地方 沒錯 然後我如果再切 你再長一點 我們切 這個長期下降趨勢線 現在剛好這樣 OK 事實上他是低級期 突破 那我這樣說 如果台股在未來剩下一年 就總統大選了嘛 對不對 未來一年 他都不會動 你買了以後他都沒動 都沒動 結果多頭結束了 不是再崩盤嗎 多頭結束會出現崩盤對不對 這樣一崩 那你就知道他的後果了 關門大吉 十幾塊又再跌就很慘 對 他不是會像聖華要關門 沒有那一種 要有賺錢 對 聖華是被他打倒的 沒錯 有一些觸控的被 觸控現在會搞成這個樣子 是最主要是 因為觸控變成商機以後 友達跟群創自己來 感謝炫哥 同樣的外資 點降落 但是麻煩大家可能要把那個位子 說來看仔細分一分了 就是遠光 眼光又佔遠了 再次提醒您 這一期的非凡商業週刊 因為進入了十一月份的選舉月 所以台股在暖身了 做那個暖身操 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 哪些的個股呢 它是階段性的 不能不知道 裡面寫得很清楚喔 分享一下 剛剛不是講到 2498的宏達店嗎 莫漢 宏達店的法術會成績單 這一次的成績單的部分的話 據公司表示的是 優於他們的一個預期 那優於預期的部分 但是呢 到底市場上面呢 有沒有給予肯定呢 這個我們後續 還要再持續的觀察 那以目前講出來的成績單呢 是全年呢 有這個1.7塊錢 這樣子的一個目標 那這一次來講的話 當然是因為呢 整體性呢 在整個第四季的一個 裁測上面的話呢 預估新台幣能夠來到430億到470億的 這樣子的一個營收的一個目標 那讓整個激增的部分的話呢 有3到12%的一個成長性 那明年的話呢 他認為說呢 會比呢 現在的一個情況呢 更為的進步 進步非常的多 我問你喔 第四季 我們回到第三季好不好 第三季它的毛利率是22.9 回到第四季 你看 第四季的毛利率掉到19到21% 對 所以 所以他來講的話 其實它的商品喔 疊價的速度非常的快 從這邊我們可以發揮到說的 宏達電的這個智慧型手機呢 它在市場上面的話呢 它為了要 讓手機能夠的更快速的來做一個出清的 所以呢 第四季它已經預期到說它的售價的部分 會往下來做一個遞檢 所以第四季毛利率的下滑 來自於它的清庫存囉 對 所以說它針對 就是說市場上面的一個競爭 它是高樓利率產品是中階的啦 對啦 它以前賣的是高階的 高階一定是高毛利 對 高階現在大概都被蘋果打敗了 真的很難打 它的第二季就是靠中底階 看看有沒有機會而已 其實現在喔 宏達電的產品當中喔 就只有這個機款 Design喔 它銷售是比較穩定的對不對 對 這個都來講的話 都是他們屬於說中階 但是 針對4G的部分的話 現在這些手機都可以來做一些搭配 那所以說來講的話 全世界進入整個4G的一個 戰場的情況之下 當然 初期來看的話 是有一點點的開拓的一個情況 但是 接受遍臨未來的挑戰 也是非常的嚴峻的 對啦 所以宏達電今天的法術會來看 應該是 符合預期或者有一點點不如預期 這樣解讀對不對 對 但是就整個股價線型來看的話 以目前 市場上面 並沒有給予特別大的一個亮點 但是來講的話 它這個波段裡面的股價維持 在整個市場上面也算維持得還算穩健 這一點是值得做肯定的 但是能不能穩健中 能夠再透出更好的走勢的話 這個後續必須持續觀察 應該要看它 第四季雖然它估得比較保守一點 對 我覺得剛剛講到中階手機 有兩款 我們剛剛至少上沒有 迪載816跟820 能不能賣得更好 迪載816本來其實就賣得很好 對 820是新的 就接受816 820如果賣得很好的話 其實搞不好會超標一點點 但是你要很好 我說實在 蘋果在這時候是熱賣的 有點辛苦 對啦 因為它現在大家都在搶i6 對 所以以它這個業績來看 全年估賺1.7 也是符合預期嗎 這個成績 這個應該是高標了吧 是喔 這個高標吧 它自己預估的這樣來看的話 我覺得 應該是今年大概就是 比較差一點 明年能不能更好一點 我覺得很重要 它的中階手機 可以在印度跟中國市場那邊打開 好 如果可以的話 亮起來的話 應該狀況會好很多 那下禮拜一 宏達電會因為毛利率 第四季的下滑而跌 還是整年估1.7 比較偏高標而漲呢 我覺得應該中性看待吧 因為最近 這個消息應該之前 大家都算到了 好 那第四季展望不好的話 從最近的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沒有什麼跌 應該還OK 好 今天其實訪說過 另外一家叫 印刷電路板PCB的CC 第三季獲利5G高啊 對 應該它也受惠蘋果的關係 因為之前聽說 蘋果相關協力廠商HDI版部分 在日本廠商是被 有點被這個抽單 膽子就轉到台灣來 當然這客戶公司是沒有證實 不過從第三季的業績來看 確實有跳上來 那營收也好 毛利率很重要 它是11.18 是四季的高點 也比前一季度的第二季呢 成長大概1.68個百分點 我印象中做印刷電路板的毛利率 沒有這麼高 它為什麼可以拉到一成一以上 其實就是它是主要是HDI版 比較高階的部分 高階 所以星星原本它的技術方面 就比較好 比較利基型的產品 對 而且這個 過去是比較差一點點了 但是今年你可以看到 足跡的慢慢往上攀升 光第三季就好了 對 第三季的獲利4億多 這季增67% 好 這個幅度就滿大 EPS0.28 你看整個前三季只有0.5 我第三季賺0.28 所以它有點好轉 第四季應該也不差 但是股下現行比較醜一點 應該就是 可能就是跌升反彈 那機期比較低 就是跌升反彈 先來看待它就可以了 所以前波高點 如果快要到了 可能會有點短壓 對 會有一些壓力 跟大家分享囉 欣欣算是蘋果派嗎 算 算 所以它的業績第三季 有部分就是因為 蘋果的關係 所以欣欣的老闆 準備禮物好了嗎 他蘋果派 蘋果供應鏈的這些大長 鴻海郭台銘董長 應該也是要準備禮物了 因為蘋果庫克 明天是他的 Happy Birthday 五十四歲的生日 我剛剛說 他接受媒體專訪 就說 感謝上帝送給我一個 這麼好的禮物 禮物就是孟漢 他對外說 他出櫃 對 所以說 其實我們有一位 這個 已故的引擎道 張國榮先生 對 他有談到 他說 我是我愛上的一個人 只是他的性別 跟我是同性 這句話我覺得講得非常的好 大家要尊重 對 沒有錯 所以昨天庫克為整個市場上面 其實也投下了一個 蠻正向的一個發展性 因為他本身的整個在科技的 整個地位上面來講的話 現在是非常的鞠躬絕尾 所以他本身願意出來去承認 他本身自己的一個性向的一個傾向 其實激勵或者是鼓勵了很多 也許他有類似想法的人 他現在會更勇於站出來面對自己的想法 顧客是在彭博商業週刊接受 應該是他撰文的 他說 我以身為同性戀者為傲 這個身分是上帝給我的最大恩賜 在生日的前一刻做這樣一個專訪 說出他宣告出櫃 我是去揣摩 顧客為什麼會講認為這是 上帝給他的一個恩典 因為上帝給他的就是說 跟一般人不一樣 對 那個同志就是不一樣 像我們不是的 你就沒辦法用同志的角度 你可以體會別人的感覺嗎 你不會 但是為什麼很多成功者 他們很多是同志 對 因為老天把他跟 我如果要形容這個叫做非常人 跟大多數的一般人有差異 沒錯 這個差異可能是導致他成功 對 像我體會到那個畫家 換骨 換骨嘛 對不對 對 換骨是很有問題 他不是身經有點問題嗎 他割自己的耳朵是不是 他割耳朵嘛 對不對 你會看他生前的行徑是很怪的 但是問題他畫出來的畫 你就畫不出那個炯炯有神 對不對 沒錯 天下人那麼多 怎麼會沒有人能夠畫出 換骨那樣的名畫出來 就是偉人或者很厲害的人 他通常都會有一些非常人 因為那個上帝給他的那個恩惠 為什麼 給他一個一般人沒有的 所以自古至今 你就畫不出他那樣的 所以我大概可以體會 對 為什麼庫克可以創出蘋果 對不對 蘋果這個王國 他深深以你為傲 為什麼 他怎麼如果 如果說他是常人 所以他一定回顧 他為什麼能夠有 今天的這樣的一個榮樣 對 感謝上帝 感謝上帝 因為他生的跟我們不太一樣 宣哥這麼一說 才讓我想到 真的是這樣 我們今天 因為庫克他出櫃之後 我們就查了嘛 結果發現到全世界 很多非常有名的科技人 他都是同志 你看除了庫克之外 臉書聯合創始人 克里斯修斯 臉書早期的投資人 彼得泰爾 還有包括了一些科技的CEO 甚至Google的商業發展主管 這些等等 Twitter Yahoo Linux 有沒有 都是很有名的 國際的科技品牌公司跟大廠 因此 我就想到宣哥剛說的 因為 是不是同志他會有 不一樣的想法 或者不一樣的觀點 或他的思維比較不一樣 才能夠創造這麼樣的大品牌 讓大家覺得 意以為傲對不對 剛才所談的這些 都是市場上面非常有名的企業 像臉書的部分的話 剛才臉書的部分 我看到有兩位 你看 在社會上面都還沒有 大家想到臉書的這種 連結的一種模式的時候 他們就會提早想到了 所以當時在這一位 我們講說 叫做克里斯修斯的這一位 他除了說是臉書的 這個原始的創辦人之外 他後來還擔任了歐巴巴的 競選的很重要的 在網路上面的幹部的部分 厲害喔 去策劃他整個網路的選舉 的一個部分 所以他本身來講的話 在各方面其實來講的話 你除了說同志之外 他其實在他的工作裡面 他都有比別人更犀利的那一部分 工作做得很優秀 也是佼佼者 對 然後另外這一位的部分的話 是剛好我們看到的 就是彼得泰爾的部分的話 他本身就是在整個這個Ebay 剛開始創立的時候 他就已經在裡面了 然後他本身也是非常好的 一位基金的經理人 所以等於是說 他們在他們的整個職場上面 跟他們的工作能力都非常的強 另外我們再來看 就是說在整個 雅虎 雅虎的 雅虎的這個 之前的實驗室的產品的 負責人的部分 這位 湯姆先生 他本身的話 你看雅虎是 在全世界這麼重要的一個 入口網站 然後他本身來講的話 在整個針對互聯網的 這個部落客的部分的話 他是很早的先驅者 這個也是來講的話 也是非常的厲害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就是說 這位Linus 我們講的就是說 喬恩 這個來講的話 這個產品的話 是用在一般來講 我們講說的 比較平價的電腦 他不是走不一走 他是一個作業系統 Linus作業系統 他是一個作業系統 這是平價的 就是不收費的 跟之前Android的發展來講的話 他是有點 一樣的一個概念 但是來講的話 他在一位 數理學家的 名單100歲的時候 他在他名單100歲的時候 他的這個 算是非常憧憬的 這一位數學家 名單100歲的那一天 他來宣布說 他出軌 所以說我覺得 他們雖然不論是他們的 年紀的高低 或者他們的職業的貴賤 其實我覺得都要尊重他們的一個 本身的一個形象 那我有一個突發奇想 是同志朋友們都比較聰明嗎 為什麼在科技業 常跟電腦接觸 所以變得更Smart嗎 為什麼 科技業 如果說 我們簡單講就是說 今天有人講說 那會不會是什麼 電磁波的影響 對 讓腦袋掛更靈光 電磁波只會補運而已 電磁波不會變改變性像 但是我從這些人的特色裡面 我們都知道說 他們似乎的有比別人 更多的一份人生的體驗 沒錯 對 他們的人生體驗上面 有很多是我們一般人沒有想到 沒有注意到的很多的細節 不一樣 就是不一樣 對 所以我提會 在市場提會30年 我說市場贏家只有三個人 三種人 一 上帝 我們不是吧 二 非常人 非常人分兩種 一種叫做天才 還有第二種叫白癡 這三個人是市場贏家 那你把他反射 我講的叫做非常人 難怪正常人都常輸錢 對 因為我們正常人 所以市場的反市場是永遠存在的 對 因為我其實覺得同志朋友們 就像剛剛孟漢說的 他的角色比較不一樣 所以他的想法 他的觀點 他可以站在另外一個層面 去想事情對不對 所以他想得更加周延 才能夠把一件事情做得更好 他現在知名度 一定是全球都在關心 因此回到現場之後 我們跟大家分享 人家說 iPhone 6這麼一推 代表著庫克時代正式來臨 到底庫克時代跟以前的賈伯斯時代 差在哪裡呢 回來之後 比一比 還有一點 就在今天 有一家國際型的大公司 他說如果你是同志的話 薪水比較高 我知道你一定很想問我 廣告前剛說的 有一家國際型的大企業 就在今天對外宣布 漏梗了 這是Google 他說 如果他是同志的話 員工喔 工作 每個月薪水要調高薪資 為什麼 因為同志的家庭 他沒有辦法享有所得稅的優惠 他還要支付同性人 愛人的健保費 Google宣布調高同性戀的 員工的薪資的時候 其實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說這個福利政策 會帶動引發連鎖的效應 對 現在大家其實同性戀的結婚 什麼的全球都越來越開放了 對 我認為過去同志這個團體 它本身還是一個少數族群 所以他們有一些委屈的地方 或是有一些不為人知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未來 在人類講一個公平的立場來講 我覺得對這些人 他未來會享受他更高的福利或待遇 我覺得合理的 那以Google來講 他的一個同性戀 員工的數字 我們從網站上來看 那組織的話 大概約有700個員工 大概每一年可以獲得 650塊的美金 折合台幣大約是在 所謂2萬塊新台幣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在大企業上班的時候 你只要是屬於那種同志的 那你薪水會一年 比人多2萬塊台幣 Google這麼一決定 因為他們的同志員工 大概700個 然後因為要調高薪水 所以Google大概 付給這些的同志員工 大概是650塊美元的 額外的薪資 加薪就對了 然後今天最新的消息 可是我最想要知道的是 庫克怎麼會如此厲害 為什麼會說他厲害呢 因為iPhone6 大家知道史上第一次的 蘋果iPhone手機的放大版 而放大 曾經是賈伯斯的堅持 絕對不放大 就是4寸 所以才說i6的推行 是庫克時代的來臨 兩個人的時代比一比 是的 沒有錯 其實兩個的風格差滿多的 雖然是這個有點師徒的關係 但是操作方面可能不大一樣 第一個產品的策略 其實當時賈伯斯就是 我一手可以掌握 不能太大 3.5寸也要 4寸也要 就是沒辦法再放大了 你太大 我覺得就破壞我原本的一個創意 但是顧客不是這樣 他比較市場導向 所以隨著市場的風向球 大家都喜歡大尺寸的 他就往4.7寸 5.5寸 所以這次大家可以看到iPhone 6 就是4.7 5.5寸 這種大尺寸的螢幕出現了 關於這一點 我就想到上階段 孟漢說的 為什麼這些的 應該說同志 他會做得比別人好 你看iPhone 6是史上 蘋果有史以來 賣最好的最高的 歷史的最高銷售量 因為如果你很堅持 沒有錯啦 加伯斯很堅持 可是孟漢有說 因為同志他看的總是 同志朋友 看的跟大家的面相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寬容度也變大了 對 沒錯 所以接受度才快到5.5寸 對不對 可以跟市場上一樣 他可以把改變我自己 沒錯 當然也因為他的改變 這一次iPhone 6的首賣日 就是400萬隻 是過去iPhone 5的兩倍 所以有沒有成功 有成功了 所以顧客這一點 可能就沒有 雖然沒有賈伯斯的堅持 但是他對蘋果是貢獻很大的 但是另外一個保密文化 當時以前賈伯斯還在的時候 每次要新產品要發表 大家絕對猜不到的 對 規格怎麼樣都猜錯的 真的 但是呢 現在呢 庫克當家的時候 網路上間諜照都一堆了 大家其實基本上都 可以先看到 所以以前的賈伯斯 如果真的不小心露事 那個酒吧掉 是真的掉了樣板機 可是呢 庫克那些可能有些 操酒精是 故意的 對 故意掉對不對 那賈伯斯 如果說你是員工泄密的話 他會追溯你 有法律責任 所以賈伯斯呢 就對保密 是比較在乎的 那為什麼 他對保密文化那麼在乎呢 因為他是一個開創者 他的人格特質 我就是一個開創者 我的產品就是要創新 但是呢 庫克是比較守成 幫你去演進進化 沒有說比較特別的開創式 那行銷策略來看的話 這個賈伯斯是重點 重點在產品 跟他的開創性格有關係 我產品要好 我可以慢慢做 我一定要做得很好 讓別人來追隨我 那庫克是重市場 所以我才尺寸放大 這個其實在每一次 蘋果的發表會當中 賈伯斯跟庫克站上去 給大家的感覺 就可以呈現在行銷策略 因為賈伯斯他很重視產品 所以他走上去 他太了解他自己的產品 那個產品 他個人的魅力 是佔了90分 對不對 可是庫克因為他在乎的是市場 反倒他走上去之後 那個魅力有點低減 可是市場的銷售量 是他在乎的 但魅力就沒那麼高 對 他重點放在產品身上 對 兩個人的角度不一樣 當然系統方面的話 賈伯斯一定是比較封閉一點 那庫克有點比較 開始慢慢可以接受 其他平台開放式 但是還沒那麼完全 不過個性可以 就有點差 從他們的經營策略來看 差距很多 那我滿好奇的 我原本想去查一下 到底他們是什麼血型的 我查來查去 賈伯斯O型的 賈伯斯O型 但是庫克查不到 庫克我真的查不到 但是我知道庫克是天蠍座 對 庫克我查不到 但是我還叫我研究員 去用iPhone6去查 語音去查 對 查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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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說 我想說 他們個性會怎麼差那麼多 可能血型各方面會有差別 但是比較可惜的 庫克我還查不到 庫克的感覺有點像 因為他比較像內斂型對不對 如果比較內斂型的 穩重應該算是A型比較像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沒有詳細的答案出現 對 不過天蠍座的人 其實媒體業界也很多天蠍座 天蠍座的人 基本上他的那個私密 會比較細微 對 會比較 而且在一些操作方面 可能會比較有他的堅持存在 好 那請問 明天他的Happy Birthday 54歲的庫克 往後55歲 56歲 他的時代來臨 你的研判 蘋果會是怎麼樣一個蘋果 我覺得蘋果應該是 會慢慢的茁壮 茁壮下去 但是呢 要像過去有那麼多的開創性的話 我倒認為 可能 我打個問號 穩中透牆 對 穩中透牆 但是要很大爆發性 可能不見得 他可能一個產品賣得好 只是讓他上去 我一直在想說 像iPhone 6賣那麼好 明年你要賣什麼 對啊 明年你蘋果的成長在哪裡 其實如果接下來 i7 i8 你因為i6機器太高了 你一定會是掉了 對 這個就是我比較擔心的 所以往後幾年 我們的科技業跟蘋果有關係的 是不是它的力道上 就沒有那麼強了 蘋果股價也算歷史高 對啊 歷史高 對不對 庫克明年就碰到55的轉折了 OK 好 這個跟大家分享一下 總之呢 蘋果 剛剛建成那一段話 就讓我想到 曾經有人說 一顆蘋果就台灣的經濟 如果日後的i7 i8這些等等 沒有辦法像i6這麼好的話 那怎麼辦呢 台灣的經濟也值得您的思考 還要再想一想的是 下個禮拜 11月份的台北股市 我先報告喔 下週大事好多喔 3號呢 有第四次建經管會要射出來 傳輸互廣通 禮拜一就要開通上路了 4號呢 美國中期的選舉 11月6號 歐洲央行要開利率決策會議喔 7號呢 台北國際旅展 掌握到了 但是指標股價量呢 選哥 下個禮拜 關鍵點到了 你看大師就知道 所以我們只能說 短期確立 多頭現在在絕地反攻 上檔9000到9200 為密集的反壓區 那現階段 時空轉折有點錯亂了 省慎應對 第四呢 各股轉折 就是個別股的位置有別 所以它有各自表現的空間 所以不是一致的 第五點呢 就是賣高買低 主流異位 第六呢 接棒的主流指標 觀察宏達電概念 第二 這個太陽能概念 就是受何為代表的 第三就是新蘋果 就是紅海或者華通 還有包括今天拉尾盤的台積電啦 當然宏達電對不對 有達理是拉尾盤 宏達電的法說 下週一定要盯著看 歐洲股市 美國股市 順著日本無限量再擴大的印鈔票 繼續大漲當中 國際情勢 昨天待會兒的夜線新聞 今天晚上謝謝收看 祝您晚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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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